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一段感情,无论结果是什么,当时身处这份感情的两个人,都会感受到那份直达心底的温暖。 爱情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力量,当你遇到困难,觉得前路慢慢难以前行时, 恋人的存在如同一股攀登绳,让你有力气继续往上走,在你取得一些小成就得意自满时,恋人会像一个警示中一般,提醒你不能骄傲,并且鼓励你继续努力。 正是因为爱情能够给人这么多幸福和难忘的瞬间,才让很多人面对感情总是无比怀念,即便是一段感情到最后结束了,还是念念不忘。 但是,当你和另一半说了再见之后,就必须做到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无论多舍不得对方,都要学着放下。 既然感情已经结束了,就不要再牵挂对方,彻底地放下,告别过去,才是最好的结局。 当然了,要放下一个人,和一段曾经有无数美好的感情,彻底说再见,这对于所有付出真感情的人来说,都十分困难的。 很多人,为了忘记一个人,总是一不做二不休,选择删除拉黑对方,却会在夜深人静时,发狂地在对方其他社交平台上刷着他的动态。 这就是自欺欺人,根本就没有放下。 真正的放下,是不再想念,不再打扰,即使在相见,也能做到心如止水。 陈川前段时间和女友赵琳分手了,虽然说两人在一起,那几年里矛盾重重,但是甜蜜也是真的存在。 特别是分了手之后,陈川才反应过来,会走到这一步,自己要负更多责任。 虽然两个人总是争吵,为了一点点小矛盾可以冷战三天,但陈川的心里是有恃无恐的,他以为争吵只是两人之间的小情趣。 他从未想过,赵琳会有说分手的那一天,所以当他直接对他说,我们分手吧,然后转身上了另一个男人的车时,陈川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。 分开后的每一天,陈川都无比地后悔。 他在朋友面前说自己放得下,还当着大家的面删除拉黑了赵琳的所有联系方式,好像是真的放下了一般。 可谁能想到,这么一个大男人,却在回到家后,哭得昏天黑地,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两人曾经的合照,又偷偷摸摸地翻阅赵琳的微博,来看看他最近过得怎样。 过了一段时间,他觉得这样不行,自己根本就没有放下这段感情,所以陈川换了一种方式。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陈川是真的放下了,对于赵琳发在其他社交平台的脱单信息,他都能笑着祝福。 他说,真正地放下,不管当时是恨还是爱,都不会再想这件事了。 虽然说,删除拉黑是特别快捷的方法,好像是断了自己念想一般,但其实效果甚微,特别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,你还是会偷偷去想念对方。 删除拉黑,永远都只是一个下策而已,要想有效的办法。 彻底地放下一个人,可以学习陈川的方式,培养新的爱好,来转移注意力,要放下一个人,拉黑删除对方,强迫自己不去了解和收集对方的近况。 其实你很难做到,只要别人提起那个他,你的身体就会忍不住去听他所有的信息。 强迫自己去放下一个人,反而取得相反的效果,你大可以试试转移目标。 你可以你去培养新的爱好,跑一跑步运动一下,或是用在其他花心思费精力的事情上,只要你坚持专心致志地去做这件事,让自己筋疲力尽, 那么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,去想以前的他。 陈川是爱上了健身,每当他想赵林想到心痛的时候,他就埋头健身,用身体上的疲惫和疼痛,来忘记心里的空洞。 事实上,他确实做到了,他似乎在健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无论想不想,赵林都养成了一周去三次健身房的好习惯, 拓宽自己的交际圈,去接触更多的人,有句话说,要忘掉一个人,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始另一段感情。 虽然这句话看上去,像是在找一个替代品,让人觉得这样不可取,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 当然,你不用立刻开始新的恋情,没有忘记救人,这是对新人的不负责任,但你可以试着去拓宽交际圈。 最开始陈川去健身房的时候,是埋头苦练,一个人去一个人回的。 当他的心慢慢放开,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身边变得热闹有新鲜感的时候,过去也就被慢慢忘记了。 所以,想放下一个人,你多去认识一些其他的人,试着去体会和不同的人相处,或许你会从中发现更加有趣的人,你可以和别人从朋友做起,互相多去了解一下。 哪怕以后成不了情侣,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。 当你的生活充实起来了,自然也就放下了它。 情场失忆,职场得意,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,其实,你也可以试着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,认认真真的去发展自己的事业。 人们都说情场失忆,职场得意,这话放在陈川身上真的特别适合。 他就是在健身房里认识了一个很有想法的朋友,并且投资了对方的一个项目,最后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回报。 当你努力地去工作,自然而然就没有心思去想以前那些事,也不会因为记挂往事而一直想着它,更不会因为别人而伤心不已。 这样就是放下了。 并且因为化悲伤为动力的努力,你在工作上还能取得一些良好的发展,到了那时你就会发现感情上的破裂,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或许还会因此让你认识更多的人,寻找到真正适合你的良配。 这时间,没有什么舍不得放手,痛了,明白了,你自然就不想要了,那就是放下了。 你所谓的放不下一个人,其实是因为你觉得这段感情有挽回的余地,所以你才有些执念在里面。 删除拉黑,其实仅仅只是一个仪式而已,曾经是爱过的人,他的联系方式,他的社交账号,你都记在心里,删除了又有什么用呢? 只要你想,你能够马上背出他的电话号码,拉黑了又有什么意义呢? 夜深人静思念成和的时候,你可以切换小号去看他的动态。 所以说,要忘记一个人,删除拉黑永远都只是下策,是一个人在无能为力之下的自欺欺人。 而上策就是让你的世界丰富起来,不再是只围着那一个人转,到那时你会发现,那些你念念不忘的过往,那个你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,就那样被你轻易地就忘记了。 はい。 好,好。